在這個烏龜下面放了一封信 說明著如果你把旁邊的樹葉放在枕頭上面 他就會把省下來的每一分洗滴的錢 用來救這個烏龜的家族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It's my honor to send you my biggest high to overview 歡迎收看財訊 服務進化論 我是主講人 Arthur 王少仁 大家好 我是徐志強 最近的強哥 我們這個節目要談一些什麼呢 我們是不是就聊平常吃飯是會談到的 吃吃喝喝開房間 用既在地又國際化的形式來談 我們就用我們環球的食物經驗 用非常輕鬆 但是又很深入的故事 對於飯店 對於餐廳 對於觀光 不同的觀點 強哥 你說呢 好 我們去找一些香腸跟起司 加一杯紅酒 就來開始聊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談的主題是 從第一個到第一名 當第一個很難 需要巨大的遠見 超強的能力 和打死不退的勇氣 但是你又不能夠停止嘗試 當第一名很難 你需要撐過千錘百鏈的挑戰 你要在過關斬將後迎來光輝的歲月 但是這時候 你又不能太驕傲 因為市場訊息萬變 要笑耀江湖 必須比其他的人多投入千萬倍 香港的Hotel Icon 維港會是全球的第一家飯店 把巨大的花園 從平面變成垂直 同時把它帶到室內 它也是第一個集合學校的實習場域 也就是香港理工大學裡面的酒店觀光管理學院 同時也是裡面的業主 和三星集團合作 而且在軟硬體上 還進行了一個未來的實驗室 不僅如此 它是香港第一個提供免費的Wi-Fi 第一個提供免費的mini bar 也是第一個提供免費的國際 跟當地電話的飯店 也是第一個為了因應香港早班機眾多 設計的讓找到的客人 能夠免費淋浴 可以免費休息的一個非常棒的lounge 一個又一個的第一 創造出好多一個又一個的第一名 這來自於領導者 Professor K. Chong 院長 他的創新跟遠見 以及他組成超過20國 精英學者的世界團隊 竟然能夠轉化成 一流商業能力的神奇魔力 另外一個例子 則是在1827年 在紐約市的Diamanico牛排館 是第一個使用桌布 第一個使用有印出來的menu 第一個提供宵夜 以及第一個提供顧客使用包廂的一個餐廳 在那個不允許女性在沒有男性 配同下用餐的時代 Diamanico更是第一個讓他獨創的包廂 讓女性可以好好享受美食的地方 更厲害的 Diamanico獨創的同名招牌牛排 在非常多的世界一流的牛排館裡面 變成他們必點的牛排 Diamanico在近200年前 就寫下了17個世界第一的首創 到現在他都還寫著 營業著 創造著 擴張著他的傳奇故事 更對外界定義了什麼叫做高級的餐廳 而曼谷的月融庄在20年前 就已經用一個烏龜做成的 非常精美的書證 放在床上來歡迎他來的每一位客人 在這個烏龜下面放了一封信 說明著 如果你把旁邊的樹葉放在枕頭上面 他就會把省下來的每一分洗滴的錢 用來救這個烏龜的家族 沒想到第一年就有將近四成的客人 都加入了這個舊烏龜的行列 第二年開始都超過五成的客人 拼了命要一起來加入這一個行列 多年之後烏龜的家族就回來了 但是過了幾年 有一次我又回去的時候 我發現烏龜不見了 我正在心驚膽跳的時候 到底烏龜發生了什麼事 我才發現他們現在在舊大巷 服務業常說 Every detail matters 魔鬼藏在細節裡 我想跟各位分享另外一句 也是更重要的一句話 叫做To be the leaders matters 當第一 影響力是巨大的 當第一個一定要有勇氣 要有遠見 要有能力 再加上企圖 堅持 和目標一致的團隊 這個第一個也會變成第一名的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邊 喜歡這個節目的朋友 歡迎按讚 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